美琪 让我们欢迎 欢迎美琪 哈喽 那美琪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美琪 哇 今天美琪这一身装扮好酷哦 大家觉得酷不酷 那最开始我们也要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带给你 我们刚刚做完排练 美琪刚刚过完生日十天 接下来全场的各位 让我们祝孟美琪 夏日快乐 谢谢 谢谢大家 不用谢 不用谢 专辑大麦 那我们非常开心美琪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杭州 参加这样一个线下活动 能跟我们这么多的粉丝来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 美琪最近有什么样新的动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马上10月30号要发新的EP 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刚刚在我们20分钟之前发了微博 我看大家已经转发起来 大家还记得是30号的几点吗 为什么是四点十五呀 是美琪的生日 那大家会不会更多的支持我们这一首新歌 会不会 必须的 必须的 那我们除了这一个新歌之外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惊喜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他的惊喜啊 嗯 我觉得 其他的惊喜的话 说的太多的话呢 大家就不惊喜了 我觉得 要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惊喜给你们 慢慢的一点一点给惊喜 不能不够把惊喜给你们太多啊 那美琪我们在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来为我们科研室品牌站台 那去年的身份是我们的首位美肤体验官 那我想问一下 在去年我们合作的这些活动当中 觉得印象深刻吗 很深刻 而且也是因为有了那次的合作之后 其实我种草了很多科研室的产品 种草了很多产品 对 然后也一起见证了金斩花水系列的上市 所以很开心 很开心 那去年的美琪也跟着我们热中环保 在724的这样一个绿色的活动当中呢 也跟大家分享了更多健康环保的这样的理念 那也见证了我们去年金斩花泵水 一个非常好 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多粉丝 喊得特别的开心啊 我们一定要买科研室的我们金斩花泵水商 那这一次又再一次和我们科研室品牌合作 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感受 也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吧 首先 觉得 我其实觉得 科研室是一个还挺酷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的所有产品的成分都非常的天然嘛 所以其实我自己用的话 其实我在用的这个过程中 都是持续在用 然后持续种草 然后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其实很开心 能够跟科研室有继续合作下去 当然我们也希望跟着我们的美琪一起做更多的供应 能够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品牌的一些种草的一些产品 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想代表着我们广大粉丝 还有我 想问一下 马上就是双十一了 美琪的购物车里面 我们想知道 都加入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的购物车里面 肯定跟大家的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但是其实我重点 想要跟大家安利几个产品 就第一个呢是安白瓶 安白瓶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金盏花水 金盏花水 对 买了 对 然后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高保湿霜 就是科研室非常经典的这个 你们好棒啊 你们什么都买了 好不好用 你们真的好棒啊 超配合 超配合 那其实最近你也种草了一个产品 我们品牌方刚才一直在跟我说 说美琪刚刚用 用了两个月 一直在说 哎呀这个产品太好用了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就是保湿身体乳 就是可以涂全身的那个保湿身体乳 它就是非常保湿 因为马上到秋天了嘛 就大家就会比较干啊什么的 就是掉皮 对对对 冬天点掉皮 然后你涂那个身体乳 其实就会让身体就是很舒服 然后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湿 让皮肤也很光滑这样 嗯 其实大家可能在我们平时的时候 比较少知道我们科研室 还有一个保湿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其实 它真的非常的畅销 它是1970年 70年 也买了啊 都买了 哎呀我们粉丝太棒了 我们70年的这个产品 就已经问世了 而且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刚才一直我们也说 买了我们三大碗牌产品 你看我们在那边 都已经为大家列出了 那其实我也一直 因为我就是美琪的粉丝啊 我之前看你Vlog里面 就有推荐过安白瓶 就是也没有是推荐 就是我们一闪而过 会发现 哦有一个安白瓶在那边 那真的是一直在用我们的安白瓶吗 是 是 对就是 嗯 你们觉得我白吗 那吓了我一跳 那是因为用了安白瓶 哦 对 对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 呃 因为之前也有去过就是 比较晒的地方 对就肯定大家也都看过 就之前我也去过沙漠啊 就那种太阳光紫外线很强的地方 或者有的时候会在室外 持续拍很长时间的拍摄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就是 把安白瓶用在脸上 持续一段时间 它其实就会明显的发现 呃 会有变白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想推荐给你们 买 买 哈哈哈 我们粉丝今天就一个字 买 哈哈哈 那其实安白瓶 它除了我们美白的功效之外 其实想推荐 有没有觉得 在用安白瓶的时候 保湿功效 也十分的好 对也非常好 这个保湿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呢 呃 我觉得不用不用担心 它里面有什么刺激的成分 完全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安白瓶 嗯 而且呢我们安白瓶里面 含有我们的透明维C 和5%的玻色音 大家都知道 玻色音是能够抗轻微的衰老 所以大家也可以买起来 它是有抚平我们微小细纹的 这样一个功效 那虽然知道我们都是小仙女 现在抗衰有点早 但是从现在护肤开始 从小做起 说得太好了 哈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也刚才说 我们另外两款产品 那我们也在现场 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比如说 我们的金斩花水 平时你是怎么使用的 有没有些小妙招 嗯 就是金斩花水呢 其实它会 有针对一个肌肤的问题 就是平时熬夜啊 比较多 然后会长痘痘 或者是上火容易长痘痘 或者是你是痘油肌这样子 那我觉得用金斩花水 就非常的合适 就是它是起到一个消炎的功效的 然后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个用法 就是比如说你在脸上有一个部位 你起了痘痘 然后它会发红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施敷 就是用这个金斩花水 施敷在脸上 然后可能施敷大概五到十分钟 它就会消掉那个红肿的样子 所以它这个产品是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对于起痘痘的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 那在我们痘痘啊 可以微分的同时 那其实我们的金斩花水 它还可以有一个非常强敲的控油的作用 对对对 比如说今天美其 我们两个站在这里会发现 美其经常会有很强的灯光过来嘛 那其实灯光会促进你的油脂分泌 但是之前如果师傅了一下我们的金斩花水的话 就会发现你泛油光 还有整个面部肌肤 一个底妆养花的这个情况 也会有所地改善 是的是的 就我们中间呢是有一个抗氧化 我们春藤叶的提取物 还有牛旁根的提取物 就可以为我们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一个萃取的成分 能够调节我们的油豆肌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get我们这个小tips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之后 哇 我觉得马上我们秋冬真的是卖断货卖爆的一款产品 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我们的高保湿霜 也是科研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 然后其实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马上秋冬要到了 其实是到了皮肤最容易干的季节 对 那我觉得其实保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不然的话你的皮肤长时间缺水 其实会面临会长斑会长那个皱纹都有可能 因为皮肤要保湿它才会减少肌肤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保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给大家安利这个高保湿霜 买买我们的高保湿霜 那我想问脸部保湿做好了 美其同块 我们还有什么产品 你看突然慢了一点 你平时最快 这一点慢了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科研式的一个保湿身体乳 它在秋天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我想问美其对于它的质地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用过了之后 就我觉得保湿霜首先第一的话 我不希望这个保湿霜涂在身上是黏黏的 不喜欢黏黏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保湿身体乳 它其实涂在身上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很舒服很润 对对对 像丝绸一样 对它不会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还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触感 对对 然后首先还有第二点是它保湿效果是好的 对它保湿效果好 因为我们其中添加了芦荟和橄榄果油 它能够非常温和的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保湿的功效 那与此同时它的质地是那种凝脂状的 涂上了之后你的皮肤就会特别的嫩 就像我们的美其的皮肤 今天虽然只露了一个手 但是也能感受到尽情的这样的一个丝滑 觉得皮肤非常的好 看来美其就是 就是平时很关注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个护肤的一个保养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来盖头我们的身体乳 对真棒 好那我们这个护体乳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1970年就已经畅销至今 所以真的是非常用心的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说了这么多推荐之后 美其接下来可不可以跟粉丝有一个互动环节 好呀 准备好了吗 粉丝粉 接下来我们会有两个游戏环节 来 谁想参与我们的游戏 我们今天我们选三个 这个小美女 还有这个声音最大的 这个声音也很大 我们把相机 保护好 我们把那个相机 手机都放下 让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好不好 好来我们粉丝到这边来 先到这边来 因为我们这一轮游戏要道具 我们先到那边工作人员那边去 不要太紧张 来来来 来 退下 来我们工作人员帮忙 做一下我们的道具 这个游戏稍微是需要一个互动性的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一个板子 板子上面会有九个词 叫做夸夸大赏 是否能夸到我们的心坎里 每个人有一次机会来回的循规蹈夫 上面有九个词 如果有人说中了这九个词 直接就会有一张卡片贴在他的这个道具之上 谁的卡片最多 谁就可以获得拍照的机会和产品 可以 你想一起猜还是说你也想就是跟大家一起说 还是就是我们一起当评判 可以 我们一起当评判 然后偶尔如果他打不上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 我们全场的各位也可以看到 但是 不可以提示他们好不好 或者提示不要让我看到 好来我们的这个板子先给我好不好 来我们工作人员 这个游戏板先给我 来美琪和我们大家看一下 是否能夸到我们的心坎里 看到我们总共九个词 大家觉得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 我美琪好认真的在看 看到没有中间有几个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 比如这一个 大家觉得对不对这句 这是四个字啊 我们一定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 好来 过来 跑到我的身边来 到我们身边来 来我们李莹小姐我们站在后面 然后举高一点 不可以回头啊 你们几个不可以回头 那接下来 这边的话筒用我的这边每个人给一个话筒 大家是不是 我们再给一个话筒 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懵 每个人说一句话 这个话的内容 夸夸科研是 夸夸梦美琪 还有你们最近有什么样的想法 想要祝福我们的美琪 祝福我们的品牌 随便来说 我们从那边开始 诶 你怎么回头偷偷的在看 来来来 我们李莹小姐到这边来一点 好来 从你开始 每个人一句话 如果一句话里面包含两个词语 你就获得两张卡片 美琪好美 用金掌花更美 我觉得你刚才一定偷看了 但是 没关系 美琪好美 用金掌花更美 好来帮你贴上 那我们第二位 第二位开始说 提起新砖大卖 然后双十一要把科研市加入购物车 双十一要把科研市加入购物车 你 新砖大卖算吗 大家觉得新砖几大卖算吗 这个 算这个 天哪 你这个 我想问你有没有偷看过 真的没有偷看过 真的没有偷看过 好来我们来帮你贴上 好来我们来帮你贴上 它有四个卡片 这一句话 哦呦 我觉得你的这个皮肤 还有 你的发色都很好看 作为美琪的粉丝 我觉得是一个标杆 贴到这个卡片之后 是不是更可爱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更可爱了 好来 那我们这一位 琪琪白富美 琪琪白富美 然后科研市双十一大卖 科研市刚才我们已经被说过了 再想想再给你一次聚会 安百瓶大卖 安百瓶大卖 一个 还有我们再来 我们从那边开始 来 高保湿酸很好用 高保湿酸很好用 中间这个你接下来想说什么 你可以大声地说 可以表达一下 对美琪的 什么 我爱你 哈哈哈 不行 五个字 五个字 大声地喊 琪琪我爱你 琪琪爱你 来 琪琪把你整个都贴满 哈哈哈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我们的小礼物好不好 我们话筒也收一下 来 今天这个合照 哈哈 菲尼莫属 来我们这一个合照 哎 好 来我们共同呢 美琪跟我们一起合张赢好不好 那同时也送上我们的小礼物 来 美琪将礼物送给我们三个粉丝 你们 你们想带着他还是拿掉 哈哈哈 我们可以将头上这个拿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来美琪我们向前一步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来让我们共同合影留念 好 来我们看向前方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三个粉丝 谢谢 谢谢 希望 这位是满载而归啊 感谢你 哈哈哈 哎这个粉丝好熟悉了 我好像之前几场活动都看到他 南京也一直是 啊 谢谢你 谢谢支持 科研师同时也非常感谢 你能够一直追随我们的美琪 好不好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位置 回去吧 好 还有一轮游戏 谁想来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美琪 接下来这个游戏跟你息息相关 如果要回答不上 我觉得我们就是 鉴定真假粉 就在今天现场 今天还是直播 想不想混小气了 就看我们这个游戏了 有没有人想来参与进来 哎 怎么突然 突然感觉 大家不是很敢举手了呢 被我吓到了吗 来这一位 哎这边 哎这一位 我们还有一个 来这个 欢迎 来我们站到 同样站到我的 这边来 来我们三位粉丝 这边 哦你的胸针好漂亮哦 嘿嘿嘿 一个紫色的旗 来我们接下来 我们三位粉丝 可以 再一条线 来我们站在这条线的后面 直着对着我 来我们横着站 对 好 就站在这条线啊 来给我一个话筒 每期同样 以一个评判的一个身份 接下来我会念 歌词 深情并茂的 大家如果 猜对 这个歌词的歌名 并且会唱的话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一轮 啊 但是稍微也可以放点水啊 来我们 在这边 大家 哎站在你们一个 比较中间的位置 如果知道是什么歌 马上抢答 好吗 哎就可以站在这里好 好 每期也自己听一下 都是你的歌 应该不会忘记 哈哈哈哈 来 你们怎么还没说歌词 已经开始在说歌名了 哈哈 来 千万的阻挡盘旋在我的 就可以唱了是吧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 这句话会唱吗 会 来来一句 我们摄影机准备好 来 千万的阻挡盘旋在我的肩上 啊 唱了好不好 好的 好来我们 紫口罩 给你一个小logo 紫口罩一分 好我们帮忙记一下 好来接下来第二个 就算有人笑我做梦 不羡慕 哈哈哈 真粉无疑 这个章给你盖上 哈哈 有种 来再唱 今天我们是来KTV的吗 哈哈哈 好来 那来跟我们唱唱一曲 什么歌词来着 哈哈哈 他问我什么歌词来着 刚才 哈哈哈 哈哈哈 听到熏碎的声音了吗 刚才 就算有人笑我做梦 不羡慕生来 会被选中 不会像命运低头 哇哦 哈哈哈 就算有人笑我做梦 不羡慕生来就被选中 不羡慕生来就被选中 不羡慕生来会被选中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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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知道我有衷 好棒 另外兩位 以後怎麼再粉絲群混下去了 好來 接下來 是否熬夜晚睡 習慣早出晚歸 陌生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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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這是 互Q了 他們要考你 調皮 調皮 要不是考我的 美琪真的不記得此 來來來來來 我們是考驗粉絲 是真粉 來 我只會一小句 只會一小句 好也可以 陌生的女孩 是否就這樣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今晚作業 陌生的女孩 聽一百遍 所有歌詞會抄寫 好嗎 好 回答 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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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繼續啊 來來 唉 能猜出來嗎 後轉體 高溫瑜伽 卡路里 來唱兩句 就唱兩個字啊 不行啊 怎麼唱 怎麼唱 拜拜 甜甜神 珍珠奶茶房 好吧 我念的歌詞大家都沒有唱 來來 好專貼 怎麼光記得吃了 運動項目一個沒記住呢 來來好專貼 好來 我們回 美其算嗎 只記得吃的 可以可以 好 一分 來一分 兩分 一分 好 一比二比一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啊 接下來這句是 一人千面 似我 非我 皆是我 愛意何妨 不愛又何妨 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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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還不會唱 是不是 對 那我來考一考你 歌名是 哎 美其剛才 哎 剛才 剛才十秒鐘 咔掉 剛才十秒鐘 咔掉 來重新來 重新跑一遍 美其表情 光臨好 表情光臨好 來來來來 我們重新啊 我們下一題 一人千面 似我 非我 皆是我 我愛又何妨 不愛又何妨 新歌 新歌 MUTE 今 不是 馬上就 就發了 現在吵 怎麼這麼猴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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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給我們大家安利一下 我們在幾號的幾點 開始發布我們的新歌 10月30號 上午10點15分 哎呦 你怎麼不夠篤定 哈哈哈哈 好來 恭喜你回答正確 好 那我們 MUTE這首歌 剛剛為大家 就是發了一個微博嘛 你看我們這個主持詞 也是更新的異常之快 那當然我們再一次 安利大家 能夠 多多去聽美其的新歌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到了時間 馬上去 抽象這個軟件 讓他就是 忙碌 哈哈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來我們幾位粉絲 可以來到舞台中間 我們每人送上一個小禮物 來我們每人送上一個小禮物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幾位粉絲 好 那我們一起跟我們粉絲朋友 一起拍張照 我們向前一步 嗯 好的人家拍照呢 哈哈 好 謝謝謝謝 謝謝我們粉絲 美人一瓶我們的安白瓶啊 祝你們像 孟美其一樣白 哈哈 剛才我們第二輪遊戲 發生了一點點小事故 哈哈 就是我們的粉絲 我們這個紫色口罩獲得了最多分 那以及我們向大家再次安利一下好不好 我們10月30號 美其的新歌MUTE 即將在我們線上為大家發布 是在10點 哦 T恤已經穿上了 在我們10點15分 10點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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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衝過去 每個人都聽 今天只能提一個品牌 再說一遍 可掩飾 好 那今天活動呢 非常感謝我們各位粉絲 以及我們線上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支持 那今天呢我們這個活動的成功舉辦 當然也離不開 我們杭州銀太集團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那接下來呢我們即將進行的就是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環節 也就是我們的助走環節 我們將會有請出的是 銀太商業副總裁鄧昭君先生 科研師大區經理趙超越女士有請阿瑞 那送上我們代表著雙十一大麥 以及美其新歌大麥的香檳 來送到我們三位的手中 我們假裝一下好不好 先不要說他 好來我們 先看向前方 來我們聲音老師拍張照 好為了科研師品牌雙十一大麥 美其新歌Mute大麥 3 2 1乾杯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聲音老師 我們快樂時光總是短暫的 今天我們這一場活動呢就到此 告一段落 也希望大家稍後再線上關注我們的 喵界APP 科研師官方直播間 我們在五點半的時候 美其還會在那裡 與大家不見不散 好那最後美其跟大家say goodbye吧 好那我們同樣 將會在我們的 故事中裡面進行拍照 而且我們還準備了禮盒 要給大家現場簽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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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